大家好,我是老李,今天咱们说这个汉字,西,大陆人常说,西西相关,气西,台湾的朋友好像是念,气息,息息相关,那好,我们一起来看看它有几个发音 它有两个发音,第一个是西,第二个是西,在大陆的新华字典里只有一个发音就是西,而在台湾的国语字典里也只有一个发音 就是西,虽然发音不一样,但是含义是一样的,西这个字的本意是指呼吸时进出的气,既然是进出,就会有增有减,这一点我们从会议兼形生的西字本身上也能够看得出来,西字上面是个字,下面是个心,我们知道在古代,字就是鼻子的鼻 古人以为人们呼吸的气是从心上产生的,这就是西字的由来 那好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西字的解释,它的解释是气息,呼吸时出入的气,我们来看这段 他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像野马奔腾一样的游气,飘飘扬扬的尘埃,仿佛是由生物气息吹拂,我们所见的蓝天,那是它真正的颜色吗? 它是无边无际的吗?彭鸟所见,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吧? 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对西的另一个解释,利息利钱,我们来看这段 他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梦长君做齐国的宰相,封在靴那个地方,有一万户的十亿,他的十克有三千多人 十亿收入的付税不能够供给十克,因此他就派人到薛那个地方去放债,可是过了一年多没有收入,那些借钱的人连利息也不能拿出来,十克的供给将不能维持下去 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西的另一个解释,亲生子女 我们来看这段 老陈建西书旗,最少不孝,而陈衰,切爱连之,愿令得补黑衣之术,以为王公 这里的建西就是指卑贱的儿子,这是对别人牵称自己的儿子,与现在所说的犬子、贱子意思差不多 这里的西字就是儿子的意思 他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我的儿子舒淇年龄最小,没有什么才能,而我又老了,私下疼爱他,希望能让他替补上黑衣卫士的行列,来保卫王公 我们再来一起看这个词,西影,他的解释是一座西景,就指退隐贤居 我们来看这段 是将喉秋水,西景眼就牙,我致水雨量,赏心为良知 这里的后就是等后,这里的西景就是西影,指的是引顿行迹 而这里的眼呢,就是俯卧的意思,就牙指的是故乡的身,谁与量是指,跟谁去表白呢? 唯当然就是只有的意思,他整段话的意思是说,我将等待秋水降临,西我行影就居山崖,我的心智谁能理解,唯有良有知我心意 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,对西影的另一个解释,他是指电影演员停止拍戏,退出影坛 我们来看这段 梅端芳西影八年之后,这一天登台亮相,以刺虎一具,作为期两天的庆祝演出 我们再来一起看这个成语,养人鼻息,他的解释是,依赖别人的呼吸生活,比喻不能自主,看人脸色行事 我们来看这段 顾客穷军,养我鼻息,譬如婴儿在鼓掌之上,绝其哺乳,立可扼杀 这里的鼻息就是指鼻子里呼出来的气,养乙鼻息就是指依靠别人鼻子里呼出来的气息生存 这是韩父手下,比喻袁绍,意思是袁绍势力孤单,军队供给困难,完全为我方控制 就好比抱在我们怀中的婴儿,一不给他奶吃,马上就会饿死 我们再来说一下,七息和七身之间的区别 七息是休息休养的意思 一般用于动物,动物在迁途过程中,中途需要停下来休息、进食 这就称之为七息 动物觅食和活动之后进行休息,也叫七息 而七身呢,原是指鸟类停在树上,泛指居住或停留 也可以简单的用在动物界,表示具体的七息地 限制暂时所居住的地方,狭小简陋的住所或者庇护所的意思 好,我是老李,非常感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次见